都是地府惹的祸 不讲牛大宝冠名鸭子 第368章 殷天子娘娘 这两人低头前行 不知走了多久 范畴心里边纳闷 上次在后殿见那个中年夫人的时候 貌似这殿也没这么大 怎么这次走这么久呢 前方何潇潇停了 范畴还是不敢抬头 只感觉周围的云气 在渐渐的退散 显露出殿堂本来的样子 不远的前方高座之上 正有着一位紫衣华服的娘娘端坐 只是从她的位置 顶多也只能看到一片衣角 她盲深深低下头 也不用和悄悄说话 主动上前叩拜 拜见娘娘 刚才无意冒犯 娘娘勿怪 如有责贵 甘愿领罚 这一声拜见娘娘 却是发自肺腑的 只听了娘娘词声善内 慈声道 起来吧 你并没错 世人都道神仙真言难见 岂不知神仙也是凡人错 若是当真不愿人见 又何必设下这庙宇殿堂 诉了神像 还要收受俸禄呢 范畴一听 你看看 怪不人家是娘娘 你看人这句话说了 非常好 一点都不脱离群众 不过这个娘娘究竟是 姐姐 你真不打算惩罚她一下 何潇潇指了指范畴 眼睛里却都是坏笑 范畴心目中一动 何潇潇叫她姐姐 难道她真的是 那娘娘微笑道 你就不要再吓唬她了 范畴 你不必拘礼 也不必害怕 你的事情 我早已禁止 起来吧 她早已禁止 她啥都知道了吗 范畴赶忙站起来身 心头忐忑 却还是不敢抬头 何潇潇噗哧就笑了 看你像那个样子 抬起头 姐姐没那么吓人 范畴缓缓抬头 却还有些不敢直视 那是一种发自心底的慰藉 这些天 小崇常常跟我提起你 你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 小崔 她说的应该是崔命 请问 您可是崔命大哥的姐姐 你猜的不错 我正是崔命的姐姐 也是萧萧的姐姐 那这么说 此时面前的这位 就是阎王爷的老婆 跟地府打了这么久交道 还真没见过阎王的爷子老人家 却先见到了阎王奶奶 原来是阴天子娘娘嫁到 小的之前实在不知 却有冒犯 多谢娘娘不怪之恩 说起来 这阴天子娘娘 肉身成圣 她的故事在民间 更为的流传 传说中啊 这阴天子娘娘 本来是四川大猪献人 本名叫做护婴 是一位护原外的独生女儿 荣艳很美 琴棋说话是样样精通 这护原外呢 就把她视作掌上明珠 甚为了宠爱 话说这一年呢 这个护原外出门收账 不料一年未归 母女俩望远一穿 却不见原外归来 不由心急如焚 便动了敬香许愿的心思 于是 园外夫人便带了 仆从与女儿护婴一起 来到了四川 封都名山 见庙便拜 一路而行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 封都名山的正殿 天子殿 园外夫人再次顶礼膜拜 祈求殷天子保护园外 平安无事 早日回家团圆 那护婴站在了相岸一侧 看着那尊金身罗汉天子出了神 这一路上 那护婴所见其他神像啊 不是面目猙獰 就是奇形怪状 而这阴间之王 堂堂的阴天子雕像 却雕的是五官敦正 气宇轩昂 那庄严中带着几分英俊 威武里又有几分慈祥 护婴目不转睛的 盯着雕像看了半天 一时监静 心生爱慕 看得走实 心说自己平常闷坐 归楼足不出户的 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般的英俊 伟岸的男子啊 倘若我日后也能寻得 这一般品貌的夫婿就好了 谁知他刚这么一想啊 就见那阎罗天子似乎动了一下 仿佛眼目前站着的 不是菩萨神像 而是真真儿的一个人 护婴心里边一惊 醒悟而过 已是双颊发烫 脸上一片霞红 园外夫人恰好那礼拜完毕 拉着女儿走出了店外 园外夫人又要去白子店 拜送送子娘娘 却见护婴心事重重 便让她独自留在后店 自己去了 这护婴等母亲走后 便在树婴下石凳上坐了下来 想着刚才的心事 不觉脸上又红了 这时候呢 一只小蜜蜂嗖的飞过来 围绕在她的身旁 最后停在了护婴的 病发边 口吐人言 小姐 去不去 去不去 说来也奇怪 这护婴却不觉得害怕 只是问那个蜜蜂 到哪去 到天子爷爷那去 做天子娘娘 这护婴大事 需父母做主 现在我父亲出门未归 使不得 不要紧 你父亲三天后就回来了 可是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我我走了 谁给他们养老送终 这倒好办 你父母给你生一个弟弟 不就行了 说到这儿呢 护婴猛然听到 园外夫人在旁边叫她 不觉一惊一醒 一抬头 身边哪有什么蜜蜂 却原来是南科的一梦 但想起刚才的情景啊 她有些发痴 又觉得好笑 自己只是以普通的繁体肉胎 那堂堂阴天子 怎么会来向她求婚 但这到底是鸾凤姻缘 护婴发了会呆 便对母亲说 爹爹要回来了 那园外夫人惊讶 问你怎么知道呢 那护婴便把刚才的事呢 都说了 园外夫人自然不信 好端端做哪门的 阴天子娘娘呢 那园外夫人 只当是女儿发了糊涂 做了怪梦 便劝了 阴天子老爷是神 你是凡人 怎么可能通婚嫁娶呢 护婴没多言 这母女二人呢 就回到家中 三天之后 这护园外果然回来了 园外夫人很奇怪啊 问了情景 护园外说 我此次远行 本准备去道游玩几天 不料前几日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一只蜜蜂 变成一个童子 对我说 他是阴天子身边的书童 叫我早点回家 说家中有一桩事 等我做主呢 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 就急忙赶回来了 却不料在半路 遇到了强盗 想要杀人劫财 忽然一阵阴风 我耳畔就听了几个强盗 是哭爹喊娘 之后一睁眼 我就来到家里了 园外夫人一听 双手合十 连道着菩萨显灵了 于是就把前几天的 丰都名山 敬香拜神的事 说了一遍 这护园外不由得恶然 虽知这是好事 却也是闷闷不乐 几天之后呢 护英坐在窗前绣花 那蜜蜂又出来了 莺莺的问 去不去 去不去 那护英从丰都名山归来 静心了数日 此时又见那蜜蜂来问 心中不觉有些害怕了 便不理那蜜蜂 不料那蜜蜂围绕他的脸颊 耳根子叫个不停 一直在那重复那句 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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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英被烦的 扰得心烦 拿起了香膳便打 一边打一边脱口而出 去去去 他本意是赶那蜜蜂 谁知他这么一说 那蜜蜂便不再问了 飞出窗外 就不见了 从这点起啊 护英便开始神情恍惚 茶不思饭不想 第二天就病倒在床 口中不断的低难 我去 我愿意去 去去去 哎呀我去 护英外夫妇急了呀 四处寻医问药 求神拜佛的 不见笑误啊 他们心里清楚 去做天子娘娘那就是死了 老两口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怎么能舍得呢 此时呢 护英病情忽然好转 转世笑着说 还是承蒙天子爷爷的眷爱 封我做了天子娘娘 今儿个晚上就接我到丰都城 爹爹娘亲多保重 不要忘了来看我 就在这天晚上 半空中是鲜悦齐奏 来了一对车马 一星人簇拥着阎罗天子 护英是奉官侠配 光彩夺目 对父母是拜了三拜 便跟随了阎罗天子 坐进了轿子 霞光漫天 升空而去 其后呢 这户园外夫妇 二人赶到丰都山 只见了天子殿中了 阎罗天子像之后呢 就多了一尊 天子娘娘的塑像 面目栩栩如生 和自己的女儿护英 一模一样 这便是天子娘娘 肉身成圣的故事 范愁许多年前 就曾听过这个传说 不料今天竟然真的 见到了这阴天子娘娘 只是 这天子娘娘找她来 傻事啊 好了 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者的货 第368章的故事 感谢各位的收听 咱们 好嘞 好嘞 我好嘞 真的 诞 '. s' ' ' 好